证据 这鬼子的兴军造 下山的方向 这条路不能走了 绕山路 队长 我们对地形不熟悉 我建议不要轻易改变兴军路线 我过去 把鬼子引开 不行 洪队长 你一个人去 不合适吧 我跟着 你总该放心了吧 那我就更不放心了 你选 我服从你的命令 齐队长 让我跟红队长去吧 去盛盘 走 而且 你 你们走点哪 你不走点哪 你们看不见她了 我能看见 那你可把她盯紧了 她要是 借着这个机会跑了 你跟我回去 可都救不了差 我一定把 你肯定明白 股市上为什么派我来 我看今天这个机会就不错 一会儿借着吸引鬼子 你趁乱就走吧 第一个事我替你扛着 你就放心吧 你听着 我一个人把鬼子往山头上移 如果前后的鬼子没有追过来 别着急动手 不能暴露火力 你就等着跟机队上回头 明白 你放心吧 我一定把 骑连长口孙大感给挡住 这红子杰呢 我怎么看不见红子杰了 他在我的射程里 那你就开枪啊 这他跑远了可就来不及了 我让你打红子杰 你打什么日本兵啊 我让你打死红子杰 你不得 我让你打死红子杰了 他这要没跑 就是我兄弟 我看他要真跑了你怎么交代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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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队长 阻击咱们的鬼子都被消灭了 咱们也赶紧走吧 到什么 少个人没回来你不知道吗 人呢 洪队长啊 他刚才跟我说 他把阻击的鬼子吸引到那边的山坡 然后他从那边的山下 咱们回头啊 战场说丝毫不能放动静静 下沈 上沈 你继续往前走 把看到的信息记录下来 回去 信息费准 没问题 我去那边 你呢 我有我的安排 我还有我的小关 你闭 怎么了 鬼子撤退 这鬼子大晚上还调兵啊 人数不对啊 装备也不一样 不像是一般的主兵 像是德金司令部 派来的警备部队 警备部队 是到前线来干什么 大人我要来这儿 你在这儿藏好了 不能进去要动 我踢上车队去看看 你运上去 那你跟我一块去 我掩护你 我掩护你 林队长 对不起 孙家贷 你是怎么来答应我的 你有你的任务 我又有我的任务 你的任务 就是背后放黑枪吗 你能保证他洪子杰 不借着这次侦察的机会逃跑吗 侦察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只是完成任务而已 我告诉过你 洪子杰是我的兄弟 就算他跑 这一枪也轮不到你开 洪队长还没回来 没有啊 他不是跟孙主 你们俩怎么在一起了 秦队长 你现在还相信洪子杰不会跑吗 什么 洪队长跑了 我去找找 完了 你还是赶紧想想 回去跟专员怎么交代 洪队长 你怎么才回来 我发现鬼子车队的阵仗不一般 想贴上去看看 贴不上 好 安全回来就好 洪队长 为了安全起见 以后能不能不要擅自单独行动了 是